Daisy 接著我會交給我的同事Daisy 去講解一下作為家長的你 應該怎樣去到留意你小朋友的小動作 或者是一些有關眼睛問題的相關症狀 從而可以及早帶她們去眼科視光師做全面的檢查 大家好 我是Daisy 其實大家可以觀察一下寶寶眼睛的動作 以及透過相機的照片去觀察寶寶眼睛有沒有什麼狀況 寶寶其實六個月大 他們的眼睛追蹤運動能力和注視能力都大概成熟 所以你和六個月或者以上的寶寶玩的時候 可以留意一下眼睛能否對稱地注視著自己 還有你可以和他用小玩具玩的時候 留意一下你可以把玩具橫橫、垂直等移動 看看眼睛能否跟隨到玩具 假如你發現某一隻眼睛去到某些位置 好像看不到他的玩具 你就要多加留意 可能眼睛會有健康的狀況 到大一點的小朋友 開始上學需要做功課 你便可以留意一下他做功課的時候 有沒有打側頭、拖鼠塞地做功課 又或者單起眼睛 自己遮起眼睛去看書 如果有的話 有可能會是鴛鴦眼或者邪視 前者因為兩隻眼睛視力不一樣 他會偏好用眼睛去看東西 又或者有邪視的話 有機會看東西會有重影 他亦會選擇一個角度 他的重影可能比較小 他會覺得看東西比較舒服 所以如果有以上的情況出現的話 家長亦都要留意一下 還有就是 其實在BB或者小朋友 睫毛到生都是常見的眼睛狀況 所以你們留意一下 如果BB或者小朋友經常擦眼 或者淚汪汪 都要注意可能有睫毛到生的狀況 現在電子產品亦都很普及 所以爸爸媽媽應該經常會跟小朋友 拍很多靈相 其實你們亦都可以透過相片 去觀察小朋友眼睛有沒有什麼情況 假如你又是有開閃光燈拍照的話 一般會在他們的眼睛上面 兩隻眼睛都會看到一個反光 又或者是紅眼的反射 假如當你看相片的時候 發覺這個反射是很不褪稱的 很明顯的 有機會他眼睛可能有邪視 或者兩隻眼睛的度數差距很大 那就要多加留意 可能需要帶他去檢查 好啦 第二个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